都说月子愁一生难忘 在女人生产后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重塑 随着体内激素水平的突然增高 这个时候确实比较易怒 也比较爱钻牛角尖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常常更容易让人想不开月子愁 大多都是媳妇和婆婆结下比较多 产后大多是婆婆或者母亲来照顾月子 母亲自然不用说 事事肯定都听女儿的 以女儿的身体为主 可婆婆就不一样 婆婆大多都是以新出生的婴儿为主 很少关心产妇的身体和心情 矛盾自然就容易产生了 而且女人产后本来就虚弱 即使发生矛盾也不能反抗 只能忍受月子愁就这么重在了心里 小婧和婆婆的关系一直都很差 婆婆这个人比较势力 就想让丈夫找个有钱的媳妇 可偏偏丈夫和小静情投意合 拗不过只能勉强让他们结了婚 虽然同意了婚事 可婚后婆婆对小静的刁难可从未少过 小静没什么文化 因为家里重男轻女 书读到初中就不让小静继续读下去了 没办法小静只能辍学出来闯荡 婆婆对小静的学历是相当不满意的 毕竟自己的儿子是名牌大学毕业 总觉得小静是高攀了他们家 时不时的就对小静恶语相向 因为婆婆不看好小静和丈夫的婚事 也没有给两个人置办婚房 婚后小静就一直住在婆家 每天看婆婆脸色 好在小静的工作虽然不好 也还是有工作的 自己挣钱自己花 不至于寄人篱下的生活 虽然婆婆总说 她挣那点钱不够色牙缝的 还不如辞职回家洗衣做饭 还能帮家里干点活 但小静并不在意 婆婆说她的 小静做自己的 婚后没多久 小静就怀孕了 本来是见开心的时候 谁知道这只是 她和婆婆矛盾升级的开始 从怀孕初期 婆婆就天天叨叨 不让小静再去上班 要在家里好好养胎 起初小静是拒绝的 可有一次因为工作太累 肚子不舒服了 也就同意了婆婆的建议 辞职在家了 怀孕的那段时间 婆婆也变得异常勤快 每天大鱼大肉给小静吃着 嘴里也是左一个右一个的 不能饿着我孙子 小静知道 婆婆也不是对她好 全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可遗憾的是 小静生了个女儿 当时在医院婆婆就翻脸了 不等看孩子 一眼就收拾东西回家了 还好小静的老公给力 又是照顾孩子 又是照顾小静 总算也熬到了出院回家 小静出院 丈夫也要上班了 只能让婆婆帮忙照顾照顾小静 毕竟小静是剖妇产 还很虚弱 婆婆当着丈夫的面 答应得好好的 可丈夫一上班 婆婆就出去和其他老太太 一起逛街去了 根本不管小静和孩子 小静只能自己忍着疼痛 给孩子喂奶哄睡 一天连顿饭都吃不上 一连好几天婆婆都是这种操作 偶尔心情好了 给小静端个馒头咸菜吃 孩子更是看都不看一眼 小静本来想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是没饭吃自己奶水也不够 她还是选择和丈夫说了婆婆的事情 谁知面对丈夫的质问 婆婆没有一点悔意 我这么一把年纪了 也没伺候过人 我也不会伺候人 尤其还是个外人 婆婆的话真是字字诛心 小静觉得自己在婆家 也确实是待不下去了 丈夫也不想小静受委屈 于是两个人搬出了婆婆家 租了个小房子自己生活 因为小静生产完身体很弱 又没人照顾 丈夫也辞了职专门照顾小静一阵 这期间两个人觉得上班太被动 还是应该做点生意自由一点 于是两个人把这几年 存的钱拿出来开了个店 小静虽然学历不高 但口才很好 为人也很有亲和力 办事更是井井有条 开店的大小事物都是 小静亲力亲为 店也越来越红火 看着儿子儿媳妇挣钱了 婆婆坐不住了 没事就来店里看看 问问哪里可以帮帮忙的 还主动提出帮忙照顾孩子 可小静一直都放不下月子里 婆婆对她的所作所为 也不愿意搭理婆婆 街里相亲都觉得 小静的婆婆挺好的 看起来挺慈祥的老人 小静每次听到邻居这样说 都只是抿嘴一笑 婆婆什么样的心思 她太了解了 不过是想要钱吗 日子一天天地过 婆婆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记忆力也越来越差 终于有一天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婆婆得了老年痴呆 需要有个人照顾 这时候家里亲戚都希望 小静可以在家照顾老人 毕竟婆婆就一个儿子 可小静只是笑了笑说 我可不伺候外人 最后婆婆还是被送到了养老院 也许那里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善恶到头中有报 我们常说人活一世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聪明的婆婆不会跟儿媳结月子仇 每个母亲都觉得自己儿子优秀 对儿媳妇儿总是挑三拣四 也不顾场合 从不考虑伤人的话该不该说 婆媳平时的争吵 很少会对其中一方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可为何月子里的不公平待遇 却会伤人至身 甚至记一辈子呢 首先是产前和产后的落差感 大多数的女人在怀孕的时候 都会得到女皇般的待遇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所有人都照顾她的情绪 就怕她心情不好吃的不好孩子受影响 可孩子一落地 不管产妇受了多大的罪 全家都开始围着孩子转 没人在乎产妇的身体和心情 孩子好就行 就算偶尔想起产妇 也是要求她给孩子喂奶 没有奶就是产妇的错 孩子吃奶粉是产妇的错 孩子体质差也是产妇的错 总之不管孩子有什么问题 都是因为没有个好妈妈 很多例子证明 产前关心产妇 产后态度骤变的婆婆 往往比产前产后 都对产妇不好的婆婆 更容易被产妇怨恨 其次生产后 是女人身体最虚弱 最需要人照顾的 所以才有做月子这么一说 可见这段时间 就是来给产妇休养 调整自己身体和心灵的时间 这个时候 女人本来就对 如何照顾刚出生的孩子 忧心忡忡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迷茫 难以接受产后的生活 如果婆婆不仅不关心产妇的心理 反而还是事怪愿于她 自然会加重产妇焦虑的心理 这也是为什么产后 产妇很容易抑郁的原因 在这段时间 受到的伤害 真的很难去原谅 也很难被遗忘 商人的话说出去 就像泼出去的水 可不是你想收就能收回来的 所以聪明的婆婆 一定要谨言慎行 不要和儿媳妇结下月子仇 第二 家庭里最大的矛盾隐患 就是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 都是家庭中最大的矛盾关系 婆媳关系好了 家庭生活就能顺当很多 可人与人之间 总是有些思想差异的 何况是两代人的的思想 其实 子女和父母之前 也存在着思想碰撞 可因为亲情在 再大的矛盾都不是矛盾 而婆媳本来就是 互不相识的两个人 再小的矛盾都不好化解 在婆媳矛盾中 大多是婆婆挑剔媳妇 嫌样貌 嫌家庭 嫌学历 嫌工作 就盼着儿子 能找个如自己所愿的 但媳妇还是儿子自己找 能符合母亲要求的 那简直少之又少 没看上的儿媳妇 而嫁进家里 那自然是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满眼都是缺点 矛盾当然也少不了 而避免婆媳矛盾 发生的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少见面 只要不见面 就发现不了对方的问题 就算发现了对方的问题 不在一个屋檐下 也不可能千里迢迢地 过去找麻烦 逢年过节的礼上网来一下 甚至还觉得对方不错 如果因为一些原因 一定要住在一起 也不要住在一个房子里 可以是楼上楼下 可以是一个小区 只要保证 有事可以随叫随到就可以 这样不仅能拉近关系 也能有效地阻止矛盾的发生 当然 作为丈夫这个角色 也要起到润滑剂作用 在两个人面前 多替对方说说好话 表示一下对方的关心 也能让原本紧张的关系 缓和不少 虽说婆媳矛盾是个世纪难题 但并非必须你死我活 其实处理得当 也可以做到彼此相敬如宾 分 한데 对 真 然后 成 embody 你的 прок 您